近日,中国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公 受邀出席第15届海峡百姓论坛 张州分论坛启动仪式 并进行为期三天的参访 张荣公一行先后考察了张州台起 古城保护和乡村振兴发展情况 参访结束前夕 张荣公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他表示,此行看到大陆发展惺惺向荣 希望台湾民众多来大陆走一走 参访期间 赵安县、秀传镇、北坑村寻根祭祖 受到当地乡亲热烈欢迎 海峡两岸的民众其实同祖同宗 如果没有我们自己的祖先 就没有我们自己 我觉得缅怀仙人,缅怀自己的祖籍 对于我们两岸人民的和谐相处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张荣公1950年出生于台湾台北 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大陆工作会主任 文化传播委员会主委兼发言人 副秘书长等职务 任职期间 他曾参与推动实现两岸春节包机直行 助力连战江炳坤 访问大陆等诸多两岸突破性的交流活动 两岸必须要和解 因为我从练书到工作 我历经过两岸对立的时代 但是我们这种对立不能够持续下去 毕竟都是盈黄子孙 通俗中华民族 这种对立下去对整个民族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应该要找寻和解的机会 这对人民是有利益的 从人民的角度来思考 台湾的政治家必须要这种理念 谈起两岸关系的现状 张荣公认为 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 不利于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 也不利于两岸和平稳定 他认为只有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两岸未来才有走向和解及和平的空间 我们总结两岸关系的经验 九二共识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应该说对两岸和平 真正能够想要达成的政治人物 对于台湾人民所需要的安居乐业 能够真正达成的政治人物 我建议他们还是要接受 反对台独 坚持九二共识这样的立场 未来两岸重新走向和解的空间 才会出现 张荣公还表示 两岸交流有助于纠正台湾当局 扭曲性的文教政策 希望台湾青少年多来大陆 亲身了解大陆快速发展的真实面貌 增进民族认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